我是林平芳 我已经做了很多YouTube视频关于止咳的方法 请你们观看 我现在分析给你们听 很重要 关于喉咙咳嗽 流鼻涕 是由我们身体里面胃部器官引起的 如果我们喉咙痛咳嗽 吃刺激的食物 例如辣椒 薄荷 对喉咙没帮助 反而伤害我们胃部肚子里面的器官 为什么我这样说 大概两年前 朋友咳得很厉害 我教他煮蹲成吃 后来他则骂我因为他吃了咳不停 我现在才知道真正的原因 不是要依我们的喉咙的咳嗽 是要依我们胃部肚子里面器官 所以我们要吃得对 不可以吃刺激的食物 或者你喝一点茶叶水 可能有一点帮助 看每个人接受的能力 你们吃的食物不可以刺激 胃部器官 用不包肚子保持肚子的温度 也很重要 你使用我的方法 如果你们感觉很舒服 就是医好你的方法 谢谢 这是南 Pingfong 这些眼神 但也会被咳嗽 但是我们员 为什么我说这个 两年前 我朋友们的发型 患者 我教她她吃了 让她吃了 然后她吃了 然后她咳嗽 因为她不停止咳嗽 后变得吃了 现在我能够会 知道 那些真正的原因 是不去做咳嗽 在我们胃部肚子 但我们的胃部肚子 we have to eat right not spicy food or you may drink tea which may help depending on your body's ability to adapt the food you eat must not irritate the abdominal organs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wrap the belly with cloth to keep the temperature of the belly warm if you feel comfortable using my method remember it is this method that healed you thank you